拿起工具忙著羞羞捕捕 因为渔船金吉祥号 被大船撞到凹进去 还破了一个大洞 整个都开花 这艘澎湖西北辽籍的渔船 船手被撞到掀开严重回损 却找不到人赔偿 原来肇事的是一艘外籍商船 事发在上个月21号 金吉祥号深夜出海 在吉北东方二十海里处 被印度塞芬集团的商船碰撞 商船肇事之后却逃逸 澎湖海巡队互报 也立刻派船艇追船 不过距离太远 加上速度追不上 商船已经航行至新加坡 而受害的船主却求场无门 爱船被大货论撞上 人还差点没命 如今渔船进场维修得花上百万元 据了解船长四处跟渔业署 农渔局等等单位求助 但都被要求要自行处理 不过终于联系上船公司 请官方协助却屡屡屡被告知是涉外事物 恐怕得透过民事求偿 四处找救援 船长指判能尽快讨回公道 华市新闻 陈能政 潘育权 周若萍 澎湖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